我說實在 我來做我的言論是他現在 調變啦 所以我現在想說要怎麼去處理這件事情是 我要讓他再繼續模糊教練 還是先處更多他 涉嫌詐欺這個動作 大家目前看到的影片 每個受害者遇到的狀況都是差不多的狀況 他說這十七個人都是聯合涉嫉嫉嫌人挑他 他們當時有在警察協調配上去 那對我來講 今天我沒做錯事情 你為什麼要賠錢給人家 我甚至說如果他今天沒有做錯事情 我不相信他還需要找一些 就是所謂社會人士來跟我談說 可不可以試一下法律自己談完 你有收到他有透過社會人士來跟你施壓 一定有啊 在當天的時候我拍完一遍 就已經有收到好幾位就是 可能有共同朋友或是一些就是 在警方上有一些名氣人來跟我談 只是因為我認為說 以便我不希望去收到任何打壓 所以我還是這樣 就是他所作水如果說 就像他講的他今天是被陷害 我不相信他需要通過這些關係來跟我談 你有感覺你的人身安全被威脅 其實我在做這件事我家人甚至我朋友 都覺得就是要不要這樣做 那我的想法是 當我那時候他決定踏入 我從經濟醫院決定踏入要走 關於那一塊的時候 我就知道有些影片 一定會守到正義 一定會守到危險 但我竟然決定要守這條路 那我希望我可以做到就是 就是我自己的風格 而不給人家影響 那至於說會不會他已經害怕 如果音樂講事實就要被處理掉的話 那我也就算了吧 那我乾脆就退出 我愛你不要做了 最後一張 315 所以有中 對你可以彈 最後一張 91號 最後一中了嗎 沒有 這位觀眾粉絲 他抽出來 他是說沒有iPhone的 對 那怎麼會有這件事呢 那就是我們常罵 那為什麼前面他開都有呢 那唯獨這一次這麼剛好 講難一點 沒有他前面也沒中過不是啊 但是他有開出來哦 我們沒中都要全開 我知道那個時候他就講了 他有爆料的其中一個點就是說 那時候開的時候是由你們去拿籤 才出現了這張牌 他也可以開啊 但問題是他沒有開照 我拚出來 我覺得這樣講有點前講 我是說 那時候有開出來的狀況下是 你們在現場 你們有去拿牌的動作 所以他認為說牌是在你們這邊 那現在他這次 沒有讓你們拿牌 他自己拿就沒發現 就沒發現 牌控制張牌 就很前面 所以你認為說是他自己常牌 不 我不知道 但是 那我覺得 就給大家去判斷好不好 我也不說到底有沒有長籤這動作 但是 他現在目前消費的狀況是 你金額多少錢 我們知道錢 剛剛數是掃四張嗎 掃四張 那不然就要看那邊 沒有人打完 但是我現在問題就來了 剛剛我們就在確認說 這裡面有沒有iPhone我們才來玩嘛 那現在就是說有我們才玩 那你現在跟我講說 有可能在那四張裡面 那你前面跟我講的iPhone是講價的 那我現在問一下 我現在問一下 我現在兩次iPhone怎麼辦 如果遇到這個狀況是什麼 錢箱的錢 還有 加獎上面全部的獎 你對我來說 我可以講是像大筆一樣 其實拍到已經 我一開始開開心的時候 我想已經講到覺得 好像 有點在 不是你喔 但是我覺得卡尿好 這應該抹黑我們 因為我們也是 大哥 我不是說你啦 我不是說你 現在就不見了 你說抹黑 對 但是我不知道 你真的蠻能拗的耶 我不知道中間做了什麼 小腳 你們一直都在現場耶 對 你們都看他玩的耶 除非你剛才有說 他一個人進去那邊玩 玩到後面跟你講說沒92號 那你可以說他老是 你們三個都在現場 他只有 一來一女在這邊 我們是後來進來幫 查千多 除非你認為說 我進來的時候把那張牌給抽掉 我根本連你中獎號碼是誰的 我都不知道 你太扯了大哥 我現在想講 我也不想拍了 好吧那你們要怎麼處理 那我今天 我看到的狀況根本就是這樣子 劉寶希 我就覺得 你蠻扯的就是這樣子 真的蠻扯的 說實在沒有什麼好拍的 因為 我覺得今天已經 我講實在 我就已經抓到你 抓到你 牽不見的問題 你還在跟我硬 然後說什麼選不選 我要說不要怕 不要怕 網紅奔版15日拍片 踢爆由佛西 在桃園自家娃娃機店 舉辦的一班上 設藏籤詐騙 投訴人阿浩現身指控 由佛西開的娃娃機店 舉辦抽iPhone15的活動 遊戲規則是總共360抽 每抽200元 其中一張一定會有iPhone的籤 阿浩先前曾花8萬元 卻一隻手機都沒抽到 且後來雖然有抽到iPhone的籤 但他也懷疑有佛西出老籤 把iPhone籤藏在身上 再拿出來給他抽 頓版與阿浩接著直接前往 由佛西開的娃娃機店 把一番賞剩下160張包下 結果打開確實全沒有投獎iPhone的籤 影片中由佛西卻當場質疑這件事很玄 認為自己被惡意抹黑 頓版最後反擊嗆由佛西根本是炸賭還硬拗 頓版事後也在社群曝光事件後續 只受害粉絲一度求償50萬 並開嗆由佛西 這白癡真的有夠玄 對此店內負責人凯門瑞也提供監視器畫面 直指觀眾當場做簽後 疑似再通知笨版拍片設局 其實他第一次已經中過一次獎 為什麼每次都剛好選電修的時候來 還都要求佛西哥到場 其實這位消費者都在我們電修時候 拜託我們特別開店讓他消費 事發當天也是第三次 這位消費者透過私訊聯絡我 是否可以約佛西到場 第三次來遊玩的時候 特別指定要佛西哥本能到場 一般消費者為何會有這樣的舉動 疑似聯絡棒版設局 消費者拿到中獎籤 女方擔心設局被發現 馬上拿未中獎的籤也幹 消費者雙手掩蓋中獎籤 假裝沒中並遞給我 因我經驗判斷認定沒中 未經確認將籤丟進垃圾桶 不及其他人的關鍵 他如果他今天從頭是沒有愛中的 對啊 這件事就很賢囉 對啊 佛西哥我現在給你 兩個問題 你要我關攝影機可以處理還是開著攝影機可以處理 當然是開著阿 你們店家會怎麼處理 我們店家會兩台幾台的營收全部拉出來之後 加上面所有的獎項直接給你 退給他 那你的獎項包含那兩個是iPhone嗎 當然 那你就聽說 今天會不會是解決 今天會有費用 就 我也與消費者當下和解 並退款現金4萬轉賬8萬 我以為已經結束了 耗時兩個多小時後 對方人數聚集越來越多 當下我擔心我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於是求救小花朵 小花朵知情後馬上報警 帶領警察拯救我 並到派出所做筆錄 在派出所等待做筆錄時 他們派人把證據 中獎錢帶走 凱門瑞最後也曬出多則消費者截圖照 並澄清一直以來我們的獎項都有客人中獎 並且向有否悉道歉 我在此跟大家澄清 一直以來我們的獎項都有客人中獎 我本人在此跟否希哥說聲抱歉 害他捲入這樣的紛爭 而稍早笨板也接受三立新聞網訪問表示 有否希現在就是在狡辯跟模糊交點 更透露影片上架前 有否希就曾透過有力人士來施壓 要他把影片拿掉 他也氣憤喊話 如果你沒做錯 你不需要搞這麼多小動作 我說實在 他現在 他現在 調變 所以 我現在想說 要怎麼去處理這件事情 是 我要讓他再繼續模糊交點 還是 再先除更多他 涉嫌雜欺這個動作 因為 網路上現在的資訊都很透明 我也把很多受害者 五分子都丟在場面 今天他的頭髮 不是今天只有一個受害者 他認可 我現在全組 光鬆解的案例 也放過10以上 總是認為說 有這種嫌疑也好 不能說 因為我們並不是法官 我不能去直接判定說他就是有罪 當然 他目前看到的影片 他每個受害者遇到的錯誤都是差不多這種狀況 那他說 這十幾個人 都是聯合設計先人挑他 我都是敢在說 不想要對社會管理不加 所以 請他們 去警察局處理 那這件事情 我覺得可以去找當事去協調警察 他們當時有在警察協調賠償金額 那對我來講 你今天我沒做錯事情 你為什麼要賠錢給人家 而且他到我面前 就已經有答應說 要賠償這50萬元的粉絲 是我去絕交 是我認為說 這件事情不能私了 一定要的話就是從一個司法程序 畢竟 這是會公諸在媒體下面的事情 因為我畢竟有打算做這些事情 他如果賠償了 我就會把他眼開掉 不可能 是 就你還是公佈了這樣子 嗯 有 好像有去報警 好像剛剛桃園組當時有說 會依那個假期嘴來 就是起訴那個 有否戲這樣子 有否戲已經在 當天拍影片的時候就被提告了 哦 哦 就已經被那個 跟你投訴的那個爆料者 因為我當時就要求粉絲去提告 而不要主持人家做協調 或去投訴 因為他們的確有做過動作 但我當下我知道 他就阻止他們 哦 當然他認為說他被勒索 我就問 如果今天他沒有做過事情 本家會去勒索 他有辦法被勒索 嗯 為什麼他被他協調 嗯 因為他知道 他目前的狀況就是 被他抓到某些事情的發病 嗯 所以他自己也想要跟他協調的金額 不是 這個金額是不是他滿意的金額 我不知道 我甚至說 如果他今天沒有出過金額 我不相信 他還需要找一些 就是 所謂社會人士來跟我談說 可不可以試一下打電話自己談完 哦 你有收到 他有透過社會人士來跟你施壓嗎 一定有啊 在當天的時候 我拍完一遍 就已經有收到 好幾位 就是 可能有共同朋友 或是一些就是 在警方上 有一些名氣人來跟我談 只是因為我認為說 一遍我不希望 去收到任何打壓 所以我才 還是這樣 所以他所作水 如果說 就像他講的 他今天是被剩下 我不相信 對 他需要通過這些關係來跟我談 這麼多小動作這樣子 然後 我手上也有他的 他不知道 跟哪位 社會人士 跟他所謂的朋友 對話幾乎說 意思就是說 他有辦法把這件事情 給處理掉 就是把他喬掉 對 他認為說 他認識的背景 等等 其實有辦法在那件事情 處理掉 甚至說 他說他在網路 問這麼久了 他不可能會 玩出一個 這個就像我這樣的人 對 所以我認為說 他的所謂 經歸舉止 跟所作水 都證明 他就是有罪 只是他不承認而已 那你有罪 他自己也說 他自己 我 如果你需要 我去把這些毒救給你 他自己也講了一句話 說 反正我就不承認 就好 他也不能拿我怎樣 啊 這不是消極 這對於說 其實台灣司法 我也想 因為詐欺這種水 蠻浪淡 他提前 他現在 請那店長說 白雄作弦這樣 說實在的 警方去搶求證據的東西 而我們 對於我們觀眾來講 我們是看得到事實的東西 但警罹可以幫他這樣辦 阿不因為我的應配 我去辦一個人 但他需要那些證 但這些證據要去哪裡找 這就是我們台灣這麼多詐欺 這麼多公司在騙人家錢 那我覺得很可憐就是這種事情 那他現在在咬著說反正警方來大礙 查不到什麼東西 並且那些證據早都不存在 你有感覺你的人身安全被威脅? 其實是我在做這件事 我家人甚至我朋友都覺得就是 要不要這樣做 那我的想法是很想說 當我那時候決定踏入 我從經理局決定踏入要走 我懷疑累壞的時候 我就知道有些影片一定會受到整理 一定會受到危險 但我竟然決定要走這個條路 那我希望我可以做到就是 就是我自己的風格 而不被人家影響 那至於說會不會他一定害怕 如果音樂講事實就要被處理掉的話 那我也就算了吧 那我乾脆就這次懷疑不要做 各位同情你做得到 要不要的人 我不會再知道 也會去死 我不會再想到你 我不會再想到你 去看 那我看 我幫你 你應該不會 chain 找到你 OMB